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苗妹说电影 今天苗妹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未安妇的故事,雪露 故事发生在1944年,在日军占领下的朝鲜 家境优渥的永爱依然可以穿着华丽的衣服每天去上学 尽管学校里全是日式教育 而家中贫困的中分只能羡慕地看着他 同时还对永爱的哥哥产生了情愫 永爱哥哥似乎对他有意 不仅送了一本书给他,还帮他擦去嘴角的土豆泥 但好景不长,由于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 永爱哥哥被强行征用到前线打仗 尽管如此,永爱对于日本还是十分向往 希望去日本读书,当一个高中老师 因此他连同学校里的女孩子被哄骗上了车 中分一开始还很羡慕,不料却在半夜被强行掳去 两人在火车上相遇,神情恐慌的永爱也知道自己被骗了 火车呼啸着离家乡越来越远 日军叫这群女生送到了一个叫做慰安所的地方 并对他们实施了禽兽般的凌辱 不久之后,由于被查出怀孕了 老宝强行为永爱吃堕胎药 否则他就会被日军杀害 但在这种生存环境上,永爱误宁死也不愿再活着 第二天,他早开冰面准备跳湖自尽 从小过着苦日子的中分比永爱看得开 认为只要活着,就一切都还有希望 他奋不顾身的将永爱从水里拉回来 两人挣扎间引来了日军,一起被拖回了营地 永爱还是被强行灌下了堕胎药 还咽死口腔溃痒,连范地吃不下去 飞观在隔壁的中分担心他再次寻短剑 用手敲击隔壁打探情况 虚弱的永爱举起拳头,回应了对方 两人就这样在水深火热中互相安慰着对方 随后还结识了一个好心的大姐姐 三人经常偷偷聚在一起,唱歌,识字 驱散各自心中的阴霾 可是好景不长,大姐姐由于换上了眉毒 被日军当着众人的面,开枪杀死了 永爱和中分还被迫穿上护士服拍下合照 以此来掩盖日军的罪行 不仅如此,一段时间之后 日军战败冰头枪 上级下达指令将所有未安妇就底强决 以绝后患 对日语早已十分熟练的永爱 听到了军官们的对话 在最后的晚餐上,姑娘们热烈地庆祝着 以为离回家已经不远 回过头却是日军冰冷枪口 留了个心耳的永爱带着中分逃离了现场 但永爱其实也这么淡 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中分 自己一人倒在了茫茫雪地里 经过一年的乞讨 中分终于回到了家乡 却满眼尽时断壁残垣 他已经加破人亡了 由于中分当初是被掳走的 救助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 为了500块的救助金 他只好忙成永爱,活了下来 老去的中分引进独居的叛逆女孩 连个监护人都没有 于是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他 并做了他的监护人 而中分恢复了原本的身份 接受了自己身为安妇的事实 并不断在媒体上代表被安妇群体发声 之后他收到了永爱哥哥的来信 那人也在一股他乡交出 中分决定将亲手做的黑色毛衣系过去 他穿上少年时的绣花鞋 走在雪地上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其实永爱一直都没有离开 一直在身旁陪伴着他 一如为安所里的那段经历 从未在记忆身处消失 但是无数受害者 还没获得日本的道歉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 感谢观看